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来了一位大来宾哦 我们等一下呢 在一首歌曲过后 我们就要邀请郑一龙 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了 这边先来听到他的 其中一首经典歌曲 来自郑一龙千千万万 等一下歌曲过后 就邀请郑一龙 来到节目现场咯 数十秒钟 一颗星球停止运转 每秒三十公里 愚蠢的花装了上来 谁听见了吗 在一万块之外 乖乖乖有点变得 有一个人真心放弃期待 几千交二的回忌 不过随时一块一块 谁听见了吗 在一万块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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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不可行处停止运转 每秒三十公里 愚蠢的花撞了上来 谁听见了吗 在一万光年之外 乖乖 别别扣 别客人真心放弃期待 几千巧儿的回忌 每秒三成一块一块 谁听见了吗 谁听见了吗 千千万万 举手不出口的花 在黑夜里放光你 千千万万 你没人看见的来 等流传一片银河心 千千万万 和孤独和小星星 在等待一个奇迹 当时间强温暖的我 当时间强温暖的你 ereka amente 100 90 治疗 4 10 11 6 7 8 5 你便是装装是巧 你便不及时龙 要适 прид望到endre 要是深深 还有厮精 太此地 久不知这一点 长江江晚晚去说不出口的话 在黑夜里彷 lum明 千千万万的美人海浅的泪 伴流成一片银河细 千千万万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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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千万万的你 会有那样的时候 被孤独淹没 过往的记忆 遗憾的将近 痛苦 挣扎 呐喊 千千万万星辰里的 一个小点 那是真心 真心向往 于是 发光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五号阳光第三阶段 我是马仕 在这边我们邀请到的是一位创作者 郑怡农 怡农 下午好 哈喽 大家好 OK 怡农 这一次呢 其实她现在发了一个单曲 叫《Ginaguan》 但像这首歌的话 目前是有发在 就是在线上的这个版本嘛 那么另外就是说 她也有一个 我觉得是相当感人的这个MV 我们先从这个主旨的部分 跟她拐这首歌的主旨来聊聊一下 她想传达的是什么啊 首先是 近期开始 比较认真的在 钻研台语这件事情 所以 就是接下来的创作陆陆续续 都会是以台语出发这样子 其实台语是一个 我没有那么熟悉的语言 就是我还在跟她 建立关系的阶段 所以她 带给我很多的 冲击跟阻碍这样 就是我把 我把台语这个东西 当做一个角色 然后 我再跟她相处 这样 那跟她相处的过程之中 我去理解她的个性 还有她的 从外表 到她的内在 到她的历史等等的 各式各样 对 这个东西很符合 就是我接下来 整个创作我想要做的事情是 我想要把 人跟人的 沟通这件事情 沟通的各种细节 各种沟通的可能 用歌写出来 那 气味是一个 大家很少会去思考到的 就是 人跟人之间的连结 对 但是我印象蛮深刻的是 我妈 我妈从小 她就常跟我讲说 我身上有 小孩的味道 一直到现在都还有 所以对我而言 我跟她之间的沟通 就是永远存在着一个 小孩的这个 就是先有这个东西 才有沟通 这样 对对对 她永远会觉得 我是她的小孩 我永远都是孩子 在她的心目中 对 那 呃 确实我也在她面前是 比较放纵的 就是 比较放肆的 这样 对对对 所以 我觉得可能在 亲密的人面前 那个很独特的 只有 只有她可以看到的面相 就是 小孩看的 想要比喻的事情 这样 对 那这个东西也 对我来说是一个 最 不可言说的沟通 对 所以我用气味来表现它 大概是这样子 嗯嗯嗯 那 就是MV在 最一开始啊 就是 您的奶奶 您的阿嬷在唱一首 呃 听起来 我觉得说她好像不像是谷瑶 但很像是 嗯 阿嬷会哄小孩哄孙泽在唱的歌曲 是 你从以前小时候阿嬷会教你唱的那个歌曲吗 对啊对啊对啊 而且是那天 因为我们拍MV现场 我同时有一部分是在拍我们的访谈嘛 然后还有我个人也会讲一些话这样 但那个状态是 我讲话讲到一半的时候 阿嬷突然想到一个什么东西她就冲进来 然后就开始说 啊我以前教过龙威唱这首歌 然后她就开始唱这样 所以所有人在那个瞬间就是 蛤 那个镜头赶快转过去 然后所有灯往那边噴这样 可是那个画面很有趣 但其实她不唱我完全 我忘了 对但一唱之后我才意识到说 诶对小时候我阿嬷她常常带着我唱歌 然后我是在就是阿嬷的声音里面长大的 有那么一段时间 对 嗯OK 那其实我觉得从整个应诱上来说 因为她在讲过去的一些记忆 那再来又发展所谓的气味 那在里面其实也找了很多人 他们对于自己生活的味道 有的是跟伴侣 有的是跟自己的宠物 那甚至有的是跟场馆空间这一些 我记忆是是还蛮深刻的 那其实我在看MV的时候 其实当下马上就有抓到我 因为味觉这件事 我之前就有在思考啦 就是有在思考说 到底大家会喜欢什么样的一种味道 或者说要去寻找一种代表味道的话 那以我自己来说 近期很喜欢烟味 因为她我身边有一个 跟我目前关系还不错的一个人 那她身上会有很浓的烟味 那给我的是一种 安全感 那就是相对的 我就想到MV里面有一个人说 有一个自助餐的那个味道 像这一些 其实这些都是经过您重重筛选 而且您亲自访谈 全程跑透透 这样子 您在筛选出来这些故事后 您亲自去访谈的时候 您得到了一些什么样的回馈呢 其实首先是 我以前没有想过这一题 就是其实大家的生活都很酷 就是那个酷是有点超乎我的想象 比如说你刚刚说的那一组那个 就是女生在客家戏曲的剧团工作 然后她从小就对这个东西很有兴趣 所以她从小就是立志想要进到这样的剧团里面 所以她在现场其实示范了各式各样她的 因为她有演花旦 可是也有演丑角 然后有女二有女一 然后甚至有男角 然后每一种她瞬间变化那个人格的时候 我会真的觉得天哪 这个是一个很不得了的技能这样 但是可能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我们不会去意识到这个在 可能坐在我旁边 在捷运他们坐在我旁边的人 她可能在私底下在做这么酷的事这样 对 然后我因为这次的关系 我接触到了这些很酷的生活状态 很酷的生活样貌之余 以及她背后其实大家有各自的 我觉得算是哲理的东西吧 对 然后还有就是跟人之间 每一个人他们在面对情感的时候 在面对情感里面的不管是困难的部分 不管是美好的部分 大家都有各自很细腻的 平常不太能够说出 自己也不会去想到要表达的感受 对 但是藉由这次的访谈 我收集到了这些很细腻的东西 所以我其实是相当感激的 因为那个是一个很深的信任 在那个短短的访谈里面 我们之间建立了一个很深的信任这样 对 然后我觉得我这个个性蛮变态的 就是我是蛮享受这个 就是 知道大家某一些秘密的过程这样 对 然后那个秘密 你反过来让我感谢自己身而为人 然后可以做出这样的创作 跟这些人有连结 然后我很感谢他们给我他们的故事 我觉得是谦卑啦 每一个人的人生 每一个人的情感都有他很伟大的部分 然后看到那些东西再反过来看自己 意识到自己有更多需要学习的地方 大概是这样 我觉得有一个更好的事情就是 我觉得创作者他会带有一种帮助世界的一个能量 因为其实像他们可能会很珍惜这些东西 或是珍惜这些人 但是他们或许讲不出为什么 或是他们没有办法很明确的说出来 但是可能透过您的访谈 透过您的歌或是您的文字这一些 他们可以慢慢去爬输一些相关内容 那当然也不得不说 您的很多这个创作歌曲 尤其这个这几张专辑 不管是海王星啊 给天王星啊 或是普通啊 这些都是外部行星嘛 对不对 那其实我在网路上有看到就是说呢 呃就是关于说这个 在做完这个给天王星的张专辑后 你有说更回归于你自己 好像对自己更诚实了 你自己会觉得那个原因是什么啊 其实创作就是一个 就你的第一关一定是自己嘛 对你写完一个东西 你要先经过自己的认可 对 然后那个认可是包括说 你有多少 呃那有美感的部分 有技术的部分 然后可是还有一个东西是 你讲故事 那个故事本身 他真的有这么重要吗 然后他讲出来之后 他跟大家的连结 是我喜欢的吗 然后我真的可以给大家什么吗 这样 然后以及就是 呃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是对自己诚实的吗 我可能不一定真的很诚实的 讲出一个什么事件 但是我首先要先对我自己的心意很诚实 就是我是真的很在乎这件事情 然后我是真的 呃用力的活过了之后 有这些感受 因此把它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我会希望自己可以做到这样子 所以每一阶段的创作完之后 确实都是更接近自己的过程 然后那个接近自己 有有好的接近 有不好的接近 然后我把它整理起来 当这张专辑做完了 我也就可以把它放下 然后我就可以继续用现在自己的姿态 还在往前走 所以给天王星其实已经相对是一张 没有那么自己的专辑了 因为我在前面Pluto的时候 我经历了一个超自己 就是我完全享受跟自己碰撞的过程 然后在里面大玩特玩 然后不管是很黑暗的部分 或是很光明的部分 我都大奖特奖这样 对 所以到了给天王星的时候 它更像是我跟这个群体的关系 我跟这个世界的关系 我认为它是可以更 有更大的空间 可以让大家各自带入 我一直在想办法 我一直在想办法 去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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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你什么也看不起 oh 但最后却一直忘 往里而去 往里而去 去把你最喜欢的游戏 啊 没有尽头的光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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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在想办法 去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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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掉掌争 什么的心 我一直在想办法 最后却一直忘 哦 最后却一直忘 往里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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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你 你爱看的电视剧 哦 好 在如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We got a spark in the rain This is a crazy journey I got those things I should forget We got a spark in the rain I got those things I should forget I got those things I should forget 手 Brittany Let it ride We should never 我一直在想办法 除了你 我其实很相信一件事情 就是所谓的这种吸引力法则 人在相信一件事 我知道它是正相 它其实会吸引很多 物以类聚的状态出现 但我不得不说 我现在这样子一边讲话 我就真的觉得 镜子森林的小胃 就一直坐在你的面前 因为镜子森林的第二届 我应该最喜欢的就是这个角色了 因为它很真实 而且它的那个多肉植物 这句话让我记得很久 因为它是养多肉植物 但它对于世界 我觉得它是一种纯粹的热爱吧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 我会对于千千万万这首歌 有这么强烈这么强烈的一个 算是一种共鸣了 尤其我在看一些相关访谈 你还有提到说 以前你在旧学时代的时候 朋友都要往这个补习班去 你往山上走 跑去数星星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式 还蛮特殊的 当时来说 它去数星星这样的事情 其实很多人会觉得 它好像会很孤独 或者是说它很 不知道怎么去自处这件事 以你来说 你会用什么样的心态 现在啊 用现在这样的状态 去看过去当时的自己 你会有怎么样来给它一个诠释啊 现在回头看 首先 就是 这讲起来有点小自恋 但我是真的常常这样觉得 回想小时候的自己走那一段山路 每天 因为我家住山上 所以其实基本上我就是 花非常非常多的时间 在回家的路上自己独处 然后跟山相处 听山的声音 看山的景色 对然后会有很多聪明啊 甚至是一点点让人恐惧的部分 比如说越来越黑的山 然后冷的风 然后路上可能会有蛇之类的这样 对 可是 在旁边看的时候 它很有电影感 对 其实是一个很浪漫的一段 对对 然后就确实是会一直想说 这个小孩 那个脑袋里面到底在想什么 因为 我不会觉得无聊 就它看起来不无聊 它看起来很 就是 比如说自己唱唱歌啊 晃来晃去啊 会花比平常更多的时间 回家 明明就是一段 每天都重复的路 可是为什么有这么多事情可以观察 有这么多事情可以想 这样 那我想 我的 创作的欲望 可能就是在那段时间 就已经开始累积了 因为 看到的事情 感受到的事情 很多 想的事情很多 可是你还没有办法 好好地说出来 对 所以那是很珍贵的一段 储存资讯的 一段时间 然后储存到的资讯 是非常纯粹 并且 也很生猛的 因为就是大自然是 其实是很残忍的东西 对 所以 等到某一个时间点 它出现的时候 就变成现在的我 这样 所以 反正不管怎么样 再回一次 我都还是要走那段路 对 对我来讲 那个是很重要 很重要的一段 我会觉得说 它的一种破坏的感觉 甚至说 最让自己跳脱之后 再进入一个新的安全感的领域 甚至说 现在 其实 已经是很有能力来 帮别人去塑造 新的一个安全感的环境 让你的歌迷 让你的读者 你的一些想要 可能跟你的生命 有共鸣的人 他会想要跟你来去 共享这样子的一种生活 像是在这一次的 Kina光里面 他们就是会选择这样子 的一种做法 不然也不会把这一些故事 来托付出来 让你来知道的啦 嗯 谢谢 但是 其实哦 我自己哦 我自己其实这样子 我在看一些 不管是新闻 不管看一些故事 或者说 听您的创作来说 其实 过去您的很多的生活 我们相比 其他的创作者来说 您好像 会带有更 质朴的一种 纯粹感 甚至说是蛮 不怕 让世界去知道 一些事情的 但是像对你来说 我相信他中间 一定也会经历过一些 我该怎么样 让世界接受我啊 或者是说 我要怎么样 让我自己 可以过得 比较好受之类的 那像 以我自己来说啦 我就很常会问我自己 可不可以不是怪物 每天都在质问 直到现在 还是会有一点这样子 所以 某些状态 我就超级羡慕你的 像我就会很好奇 像这样子的一种状态 说 你是怎么样来去 突破它 像这种所谓的 我们在讲到一些 社会传统刻板观念的时候 你会怎么样去 突破它的限制呢 其实我想 这个题目 想很久 就是 我觉得 首先 不管怎么样 人一定要先理解 自己的个性 我花了很多的时间 才慢慢的 知道 我先天就 没有办法决定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形状 我先天就没有办法决定 我 绝对是A或B 我绝对讨厌什么 或绝对喜欢什么 对 那那个也导致 我也先天就 都会去想 每一种可能 它背后的原因 每一种立场 每一种 即使是 伤害你的人 它可能是怎么 变成 它现在这个 正在 做伤害的事情 的这个样子 对 它中间经历了什么 然后 我会不断不断的去思考 这些问题 我没有反抗 我没有那个反抗的基础 就所有的东西 我都 必须要 一步一步一步的去经历它 去咀嚼它 然后 最后 把它化为某一种善意 所以 回到我自己 怎么去 面对 其实也就是 我经过一轮消化之后 我就相信 我可以这么做 我可能也找到了一个路径 来让自己 不那么受到这些伤害 然后 用一个 最可能圆满的方式 去讲这些事情 那 这个东西 讲出来之后 那是 保护了我自己 也保护所有聆听的人 然后同时 我觉得 我好像跟自己 过得去 这样 对 可是那个其实是 我不一定觉得 这是一个最好的方法 这样 所以 我只能说 我很幸运 因为当我这么做之后 确实我的信任 有了回报 那 那可能是因为 我身在一个不错的时代 可能是因为 我有很酷的父母 可能是因为 我的身边的朋友 因为我所处在的环境 毕竟是艺文圈 毕竟是 大家都在做音乐 大家每个人 各自都有自己 很奇怪的样貌 所以我第一时间 接受到的讯息 都是善意的 所以我就更有勇气 可以再继续往前走 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 当大家称赞我这点的时候 我都会想说 不是你们应该要先 称赞我身边的人 因为是他们让我可以这样 就是我常常会去 在讲座的时候 听到大家问我 关于说 我怎么做到的 以及他们要怎么样 可以跟我一样的时候 我都会想说 没有没有没有 你们不用去想 要跟我一样 因为每一个人 各自在面对的辛苦 是不一样的 就是你的父母 可能不一定 可以那么理解 你的每一个行为 或者是 你所处在的环境 可能必须让你 某种程度上压抑 所以你们都 大家都是很勇敢的 在这个环境里面 生存 这样 那我可以做的事情 就只有尽量用我的创作 跟我的谈话来 让大家 对确实是一个安全感 就是至少你有一个空间 在这个空间里面 你可以提问 然后你不害怕被否定 然后你不害怕 你的碰撞的过程之中 那个很糗 或者是很不堪 这样 大概是这样吧 嗯嗯嗯 我相信 确实会是这个样子的 那另外 我觉得还有看到 另一件事情 我会想要回馈的 就是说 所谓的 嗯 关于身边的人 还有对于你自己来说 嗯 我觉得你在寻找 一种路径的时候 你是用很强的 一种包容力 来去拥抱你身边的 不管是 不友善的事情 或是说 很残忍 很 很血淋淋的 一些状况 你其实都是用一个 我觉得最 最暖的方式 来去 照顾他们的 对啊 所以 或许我们讲了个 比较实际的 所谓的这种 所谓的 以德抱怨啦 这样子啦 我们讲 比较实际的 会是这样子 但我觉得说 但是不管怎么样 刚刚怡农说的也对 我们没有必要成为他人 但是我们身边 会是谁 我们身边给予 多少的善意 这件事情 是真的是很重要的 对啊对啊 而且因为我觉得 我有时候想说 这也是社会角色的问题 就这世界上 一定会有像我这样 比较 我讲白一点 叫做比较软的人 对 那可是也一定要有 比较硬的人 对 然后比较软的人 跟比较硬的人 大家一起在 其实最终要去的目标 是一致的嘛 可是 每一种方法都存在的话 就每一种解决问题的可能 都会都会存在啊 对所以 我其实想了 因为我以前很羡慕 可以很绝对的 冲撞的人 或是很绝对的 表达自我的人 这样 但是 当我一直要 我做起来就是很勉强的时候 那我不如就用我自己的个性 去做到 我可以做到最大的帮助 我轻轻触碰 你一瞬间的点着 我轻轻触碰 它能不能成为圈涌 慢慢的走 当你牵起我的手 我会慢慢的走 把你每一步都看透 过去你遗忘的让我们从头开始 过去你记得的无论悲伤快乐 我都听你说 好啊 亲爱的 轻轻触碰 在你的渐热背后 我轻轻触碰 其实太巨大的温柔 我轻轻触碰 慢慢的走 当你牵起我的手 我会慢慢的走 走过一时 溪水长流 过去你遗忘的让我们从头开始 过去你记得的无论悲伤快乐 我都听你说 好吗 亲爱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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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你遗忘的让我们从头开始 或许你记得的无论悲伤快乐我都听你说 或许没看过的让我们现在开始 或许你看过的但愿他们能小看我的班纸 其实关于性别平权的部分 因为在台湾我觉得不管是任何的一个 不管是职业的环境 或者是说在情感上的环境 或者说在友情上的环境 相对而言其实我觉得已经比过去来说是 相对来健康的了 但是说我觉得或许说我们现在 可能还不是会面临到说完完全全平等的一个时代 但是我相信已经友善非常多 那我们现在还可以做的事情就是 不断用我们的故事告诉大家 这个世界是可以很善良的 我想请问以您的这个自身的经验来说 你自己在工作的时候遇到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 在性别平均上比较善意的经验是什么呢 其实首先有一个很酷的事情 因为我最近在想说 那个我身边的目前为止 就比如说我的团队好了 就是80%是女性 然后尤其是在演唱会寄宿团队的部分 导演啊灯光啊影像啊对 然后还有更多是一些 就是你知道那种女生灯光是他们自己朝灯 他们是要爬那种超高两层楼高的梯子上去 然后在那边一个一个搬这样 然后他们带的晚辈可能是男孩子 夹着那个就是扶着那个梯子 让他们这样往上爬 这种画面我是每天都在看的 所以我有时候会想说 哦这也是表示我们这个时代真的不错 因为到了现在我可以看到 尤其是这些人都是我的朋友 这些女生都是我的朋友 他们以前也都是经历过 大家会讲说 为什么女生打灯或是为什么女生要做这种好像很危险的事情的过程 到现在已经不会有人再去谈论这个事了 但是又反过来说 比如说像我后来就有想到说 我的乐手们其实到目前为止都是男生 那那个不是刻意的 那个是因为女生的乐手确实没那么多 所以很自然的状况之下 我最后都是跟男生一起工作在音乐上面这样 那我也在想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我们小时候我们都经历过那个 大家对于性别有各自的期待嘛 比如说父母会对女生就应该做什么样的工作 男生应该做什么样的工作 或是老师也会讲这些事情 对我们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 所以大家成长的过程中能够去冲撞这个期待的人确实也没那么多 对那可能大家比较不会去期待女生做某一些技术层面的工作 或者是即使是创作上也比较柔性一点 所以以前会有很多女生自弹自唱 可是比较不会有女生是去打鼓或者是弹贝斯 或者是弹一些很炫的keyboard这样 那都是现在慢慢慢慢才跑出来的 对所以我能够做的事情就是看到这些女生的时候 很珍惜她们并且就是很开心的跟她们合作 然后问她们很多问题 就是如果我今天比较会讲话的话 我可以把她们的故事告诉更多未来 就是想要从事这些工作的女生这样 对这大概是我到目前为止 我在自己的行业里面感受到的东西 就有好的部分 可是也有还可以再继续努力的部分 那不管怎么样 大家都是在一片祥和之中 很自然的看待这一切 已经没有人再会去觉得 有任何一件事情 女生做或男生做 什么样子的性别特色去做 是奇怪的了 但是一样 我很幸运的是在这样的领域里面 我不太确定我走出来外面之后 在比较一般的职场里 会不会其实大家都还是在面对 因为自己的性别角色而遇到的困难 对那这个是 如果我有机会可以认识更多 可以理解更多 也许也可以提供更多 不管是服务也好 甚至是意见 甚至是就是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做一些事 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会常常去想说 我想要跨出同温层 其实有一部分也是我跨出同温层 我才可以更理解现实 其实是什么 大家在面对什么样的问题 那身为创作者 我也才更可以去达到一个最大的同理 那其实当然我们在外面的一些情况下 我们可能在节目上 没有办法用三言两语去完全讨论 但是我会想要来点一件事情 就是所谓的险缺的部分 我们会看到很多关于技术类的 我们会说 好像以前都男生做 现在慢慢的由女性来从事 还是一件好事 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就是说很多以前过去女性在从事的工作 现在很多男性也都在从事 但是这个部分 大家反而不会去特别的去了解这件事情 它相对于来说 它是有一点被压下去的 对对对 所以这个是关于 我觉得是属于所谓的险缺的部分 我会想要提一下 那但是我希望可以借由以弄的话语来鼓励一些人 就是说在外面一般的工作的一些场合上 我们当然不知道 大家会不会因为自己的性别角色而怎么样 但是我最希望的是我的节目 要告诉大家 不要因为自己的性别角色 或是不要因为自己的特质而讨厌自己 我会希望可以借由您这边 可不可以送给我的听众朋友们 一些小小鼓励的话语 让他们不要去否定自己呢 首先第一个要说 虽然这个很多人在讲 但是如果可以的话 不断的去重复它还是很重要的 就是你绝对不是孤单的 就你在面对的问题 一定有很多人跟你一起在面对 那你所做出的决定之后 带来的好的结果 也一定是很多人都会替你开心的 所以就即使你不认识这些人 但是他们一定会在某个角落 有跟你一样的感受这样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事 那 知道这个以后也许遇到困难的时候 有一个空间可以让大家表达自己 有一个空间可以让大家把自己的困难 把自己的烦恼说出来 然后我们可以在这里面找到解决的可能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事 然后这个空间呢 需要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对那当然就会需要更多的包容 以及更多的勇气 对 然后 因为我其实有时候会想说 讲性别这种事情 好像讲勇气都很简单 其实我知道它很困难 所以我只能说有人会听讲 然后有人会在意 然后有人会不断不断的去陪你一起感受 即使它在很遥远的地方 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意识到这件事情很重要 它绝对就是如同一颗行星一样 不管它距离太阳再远 它一样会在太阳的周围 它一样会陪着它 持续在这个银河系里面 持续的来发光发热 那这边我想询问 宜农 你自己觉得 对你而言 其实性别平权是什么 或者我如果说这题太抽象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换字化 我们可以把它讲成说 我们最希望的 这个性别平权的一个时代是什么样子 那像以我来说 就是不会再有人去 讲到性别平权这四个字 因为代表说 它已经完全流进了我们的生活中 它自然化了 这是我自己的理想 那你呢 我在说到这个反抗的时候 我写了跟你一模一样的答案 对对对 就是因为就像我们刚刚在讨论的过程 包括我们刚刚在聊 就是女生开始做什么样的工作 那其实男生也开始做以前 大家觉得女生会做的工作 就我刚刚其实也一边在讨论的时候 一边开始检讨自己 因为比如说 现在我去到医院 看到男护理师 像我今天坐高铁 看到一个 就平常都是女生在推那个 贩卖商品的车子 然后我今天看到一个男生推那个车子 在那个瞬间的时候 我会想说 诶 有一个男生在推这个车子 我会有这个意识跑出来 那当然我是开心的 并且我是感谢的 可是 如果有一天就看到的时候 就只是看到的 那个时候那表示 性别平权已经真的 就是又跨了一步嘛 因为你不会再有这个 特别觉得这件事情很难得 觉得很感激 然后你也不会去觉得 他可能有经历过什么样子的心理门槛 他可能有 就是或者是他有没有身边 有没有人鼓励他 这样 或是你要不要多给他一个友善的微笑 你不需要再去想这些事情 当所有的一切都是很健康 很正常的发生的那一刻 那我觉得就是 我们大家都应该为那一刻感到开心 这样 对 我相信那一刻他终将会来临 只是我们需要时间去走他 但是在走的同时 我们也要享受这中间的 不管他是毕露蓝绿 不管他是酸甜苦辣 我们都要去享受这样子的整个过程 那也可以像尹隆一样 把这一些过程全部化成他的创作 现在您又是作家 出了这个孤独培养名的这样子书籍 那另外就是说 又是这个音乐创作者 又是演员 那其实过去又是学武道出身的 其实慧姐的好多能量在身上了 我们这边先来 先把正式办一办 先来讲说 这个年底似乎有可能可以有 这个另一张新的专辑是不是 现在在努力当中 就是因为 就像我刚刚讲的 因为我接下来想要挑战 跟看台语歌嘛 然后其实我的设定 是整张都是台语歌 对但也就是如前面所述 其实听很OK 然后我家人 就是爸爸那边的家人 也都是讲台语 他们台语都超好 但是我就是小时候 没有跟到这件事情 所以包括那个 持续咬合啊或是什么 这些东西都是需要花很多时间的 但总之我希望在年底可以顺利 伸出一张很酷的 超越大家想象的台语传辑 这是我的目标 这样 那另外就是 呃 其实在那个夏天的时候 就是要到了 对 也会有 那个一系列的小巡回 然后到年底的时候 也会有演出这样 所以就是 就是请大家期待 请大家follow IG跟粉丝也 嗯 嗯 随时都会有相关的这个消息 对啊 我就把自己搞到超忙的 哈哈哈 真的非常忙 但是我必须来说 我一开始认识 以農的歌曲不是千千万万哦 嗯 是 我一开始认识你的时候 我是 透过台语歌认识你的 所以其实某些层上 已经相当成功的 对啊 因为如果是我发现了 这样代表我身边的朋友 几乎也是 因为毕竟我也在同温层里面 哈哈哈 OK 谢谢 那 说到另一件事情 就是说 这边目前来说的话 音乐是你今年 比较大的一个目标 主要来把它做清楚的事情 但是同时间 我们现在在各大的书店 我们还可以来看到 孤独培养民 甚至之前在 我记得没错的话 好像在台旅 有相关的这个展览 是不是 关于孤独这件事 甚至你有找出说 属于你的 十二个孤独的东西 我觉得从当中 大家必须要来定义清楚 就是 我们可以选择孤独 但我们不会是孤单的 我觉得 以農的这个 孤独培养民 这个 这本书里面 他就是在讲这件事 他用 如同我节目前面所说 是用最温柔的方式 去拥抱你 那在这一本 集合了烫鸡 集合了留白 集合了细字体 集合了所有你所爱于 一生这样的书籍当中 你也从中来 这个好像说 有让自己变得 更勇敢了一点 就是让自己 褪变成 现在的这个自己了 我想说 如果说 我们在讲到说 过去的这种挣扎 我相信大家可能 或许听了非常多了 但或许我们这边 可以换一个讲法 就是说 在这个写书前 到写书后中间 这个不一样 勇敢的点 多了哪一些东西呢 其实 这和创作都一样 但写书尤其 是 那个困难之处 是在于 当你写自己的时候 你要如何 就是我自己啦 我自己的目标 是我希望 还可以创造一个空间 你即使是 写自己的故事 但是我希望 我不是用我的情绪 或是我的 我的想法 把它填满 而是我借由我的故事 来让大家 可以有各自的投射 对 这是我身为一个创作者 给自己的目标 这样 对 那 可是实际上 它还是你自己的故事 所以 每当我在写它的时候 你要过滤掉 比较多浓烈的情绪 然后你要把它幻化做一个 就是 优美的东西 或是不一定是优美 那可能就是一个 一个 让大家觉得 哇 很好看的故事 然后可以一直前进这样 你要怎么去做这件事情 这个过程是痛苦的 所以 当做完之后 也确实觉得自己 蛮无敌的 就是 哦 原来我是可以这样 走过我自己的事情的 然后 还可以把它用 一种方式分享给大家 然后我还要 在各式各样的房谈里面 或是各式各样的 座谈里面 不断不断不断的去重复 这个 我跟这些故事的关系 然后 我要 不带那么浓烈的情绪的去说 这样 对 所以 走完一遍之后 确实对自己觉得蛮满意的 就是 哇 我是一个 我可以 好像可以说自己是一个勇敢的人 这样 但实际上 我对于自己是勇敢的 这件事情是有点 疑惑的 对 但那个疑惑是 我确实有很多脆弱的部分 然后我也确实有很多 我还搞不清楚事情是怎么样的部分 我需要大家跟我一起找答案 然后 我很乐意 大家告诉我不同的答案 对 然后 我很羡慕那些 已经在很 很 一开始 就是 现在就很有答案的人 我很羡慕那些 可以决定自己想要哪一种答案 然后为了那个答案努力的人 这样 我觉得那些人很勇敢 所以 嗯 我 我目前为止觉得我 唯一 就是可以说得上勇敢的事情 就是 哦 我走过我自己 我不断的走过我自己 但是我面对这个世界 有足够的勇气吗 我觉得我还需要 向很多人学习 大概是这样 嗯 但我相信 每一个人 他都在跟着彼此学习啊 那也希望 喜欢 以農的文字啊 跟迷朋友们 或是喜欢他任何 所有创作的朋友们 可以跟着以農 一起来找到他的答案 那当然 我们也是谢谢以農 可以持续的陪伴您的 在身边 陪伴您的人们 还有您现在在身边的 每一位朋友 或者是您的工作伙伴 也谢谢他们 陪您一起走过了 我们节目 因为时间的关系 在这边要打住了 我们最后来听到 一龙这一次 他发生的这个 单曲的歌曲 《晏鸽冠》 谢谢你 谢谢 你味的胖胖的晏鸽冠 在你最面目的是 这是不变的事情 这是不变的事情 对比一般的晏鸽冠 你这边边的心 好滴滴路落在我的心肝中 车路来来起起 你的安心就是风景 好滴滴路落叉叉闹闹一个人生感 你弄是为了担保啊是为 看你命迫迫不迫不出点 我甲区拥挤着痛痛 看不起哦 已经过了我久 我永远忐温到你的头门口 闭闭的胖胖的阴纳光 在你最迷茫的事 这是不变的大事 这是不变的大事 你里的胖胖的阴纳光 在你最迷茫的事 在你最迷茫的事 我永远忐温到你 在你最迷茫中 我已不变的阴纳光 在你最迷茫的阴纳光 我才迷茫的阴纳光 它是在你最迷茫的阴纳光 你也忘了 这是不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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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突然眼井 我们心疏硬sten 我还未来 我 是 你